现代社会人们的学历,见识越来越多,按理说应该大家都要您讲理,对于儿方面也应该更科学,但是总有一小部分家长,有着高学历和好工作,但是教育孩子方面却总是不得体,还不听别人劝告,一意孤行,甚至影响幼儿园老师正常开展工作。 可见学历和工作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,做一个有素养的家长才是最重要的,宁宁的爸爸是一名医生,妈妈是一位老师,两个人都有比较高的学历,和让人羡慕的唯一工作。 家里只有宁宁这一个宝贝女儿,夫妻两人格外关爱孩子,由于职业习惯,从小爸爸就对宁宁的卫生情况很重视,家里身上都常被消毒液。 每天让孩子擦消毒液几十次,上完厕所,玩玩玩具,甚至拿了遥控器都要调消毒,而妈妈由于本身就是老师,而且是博士学历。 在宁宁很小的时候,妈妈就开始进行早教了,她常说,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妈妈觉得自己本身就有学识,甚至比那些幼儿园老师受到的教育更高的,就一直自己在家叫宁宁,直到宁宁四岁了还没有上幼儿园。 后来爸爸说,还是让宁宁去幼儿园吧,在家里虽然我们能教孩子知识,但是孩子也需要锻炼与其他小朋友相处的能力。 明明第一天让幼儿园,因为平时受妈妈的影响太多,她总觉得自己比别的小朋友聪明,所以不听老师的话,其他小朋友和她说话,她也不理。 大学回家还跟妈妈夸打其词,说老师和同学都欺负她,妈妈一听女儿受了委屈。 这可不得了,立马就在家长群里发了一段话,你们幼儿园的老师们本来学历就低,学校的教学条件也不好,现在还是别对待我的孩子,我的孩子比同龄小朋友聪明很多。 我觉得以你们学校老师的水平,根本叫不好我的孩子,现在我要求你们学校立马向我的女儿道歉。 老师看到后,把真实情况发到群里,还调出了监控视频,其他家长看到后纷纷指责妈妈,维护老师,但是妈妈依然觉得自己没有错。 最后,老师实在没有办法,说,我们实在无能为力,您要是觉得我们教不好,那您带回去自己教吧。 这位妈妈白白有一个高学历,好工作,但是却没有好的素养,对教育孩子的事情上更是糊涂。 如果他一直这样下去的话,对孩子是非常不利的,可能后造成严重的后果,到时候就后悔莫及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那么我们ció Saturday的5公正日是同一个教育在指线上美怡 drowned顺一样的felати口, 和在说指线上美怡期价值的人还愿意修理大家好。 感谢观看